大家好,今时今日,很多香港人都心大心小 一方面想移民去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但另一方面又放不下香港的事业 特别是专业人士要离开自己的舒服 放弃高山口积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这节目中,我会帮大家计算一计算 让大家知道自己赚够尾 当然可能会相当出人意表,一定要看到尾 经济学劈头第一句就是资源有限而人欲望无穷 如果大家只会追求银行户口上的数字 这一世都不用走 而实际上,大家都要计算留在香港要面对的风险 在赚钱和自由之间作出取舍 在最适当时作出行动 接下来,我会讲解一下 在英国生活究竟要多少钱? 这里的税率有多高? 如果你在被动收入已经足以支付大部分 甚至全部的生活开支 那你就打了个底可以放心过你了 究竟每个家庭的开支有多大都因人而矣 要看你个人的兴趣、嗜好和对生活的要求 我就会介绍大家上一个叫Numbia的网站 用它的cost of living estimator 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输入数据 这个网站就会告诉你 在那个城市需要多少钱才能生活 例如我输入了Manchester之后 网站就问回我十几条问题 包括有家里有多少人? 多不多出街吃饭? 出街吃饭的时候有些便宜还是贵的餐厅? 多不多出街喝咖啡? 多不多出街看电影? 会不会吃烟喝酒? 在家里是吃西方食物多还是亚洲食物多? 开不开车?搭不搭的士? 用不用交通工具? 还有健身会值或旅行多不多? 买衣多不多? 租金是怎样养获? 有几个选择 加密码再按summit to calculate 他就会告诉我 随意入数字 他弹出来的答案很仔细 分门别例都会告诉你 去餐厅多少钱? 出街多少钱? 家里食物多少钱? 诸如此类 加密码这个四人家庭在Manchester的生活 每个月只要港币28000元 可以计算在不同地方 不同的生活方式 究竟需要多少钱? 来一个例子就是 省省的折剑营之出 住在Sheffield 还要住在城外公寓 不吃饭看电影 不去旅行 交通也不用预钱 例如走路上班 可能只是买单车 在情况下 一个四人家庭 每个月港币开支是20000元左右 单人来计 每个月是港币8000多元 下一个例子 好一点 住在大城市Manchester 一个小康型支出 计算是住在城外公寓 不过今次预算是计算 要看日吃饭 和来不中去旅行 交通方面也长了一部Volkswagen Golf 情况下 一个四人家庭 每个月需要港币36000多元 如果单人家庭来计算 每个月港币就是17000多元 再来多个例子 单约充足一点 又喜欢国际大都会的生活 住回在伦敦 一个富裕型支出 今次就住在城内的公寓 当然要预计看器吃饭和旅行运动 交通也要继续有车 在情况下 一个四人家庭每月就需要港币7万元 而单人家庭都需要每月港币3万多元 留意一下这个例子里面 有一半的开支都是来自租金 如果大家直接在伦敦买了房子 其实剩下的开支都是3万多元 刚才见过这几个例子里面 都可以见到封剑尤人 你要便宜一点 2万元四人家庭都够了 要大家富裕一些 都可以用到7万元 而事实上在英国不同地方的家庭开支 都有很大的变化 在Numbia里面也有一个Cost of Living Calculator 会显示住在不同城市的生活成本指数 又来计算四人家庭或单人平均来说 不连租金每个月港币要多少钱 在这个表可以见到伦敦一枝独秀 生活成本就远超过其他城市 四人家庭不计租金每月港币要3万多元 单人也要9千元左右 如果大家不一定要在伦敦里面生活 就可以考虑一下其他城市 例如Bristol、Manchester、Edinburgh等等 生活成本指数都是70左右 比伦敦的83都是低一大致 不计租金 四人家庭每个月港币就只需要2万4千元左右 单人就7千元左右 如果想再省一点 还可以考虑一下Birmingham和Sheffield 生活指数又再低一点 只有65左右 四人家庭就只要2万2千元 单人就是6千多元 而轮到最底就要数到东面一个叫酵的港口 那里的生活成本指数只是60 四人家庭每个月港币2万元就很足够 单人就不用6千元 比伦敦就足足低三分之一 刚才说的开支就没有包括教育 因为英国如果选择stay school 由小学到中学到入大学之前的6th form 都不用交学费 如果选择私校即private school 或者independent school 学费就间间都不同 一般来说日校生 day school pupil 每年的学费大约就2万磅左右 寄宿生每年的学费就会去到3万磅或以上 在英国有一个国民保健系统NHS 看医生无论是普通科还是专科都不用额外付钱 而英国也有私营医疗 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 就可以买份私家医生的保险 中年人士来计每个月都是几十磅 在英国看医生就不用付钱 不过买药就要收费 但是长者和小孩其实都是免费的 另外如果你住在威尔斯、苏格兰或北爱伊兰 NHS的药都是不用钱的 如果你住在英格兰 买药就要逐次计 不过如果你长期服药 你就可以考虑买一张Prescription Prepayment Certificate 每年就有108.1磅 买了之后吃多少药都不用再另外付钱了 说完开支就要说一下收入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 英国的工资就没有香港那么高 不过生活怎么都会足够 而英国的税都是比较高的 我很多朋友在认识了英国的税子之后 都选择了躺平 数怎么计算一起和大家看看 英国不同工种的工资水平 在这个网站有个比较 我将部分抽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英国医生每年的工资平均来说是6万磅 科学家也有5万磅 IT Professional是4万多磅 而水侯奖也有3万5千磅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看自己做的工作的工资水平是怎样 可以上这个网站上看看 留意这里是一个平均的工资 如果大家初来报道可能工资就会比这个低一点 另外我又加了一项叫minimum wage 其实英国现在最新的最低工资 已经去到每小时9.5磅了 如果每日做7.5个钟头 一个星期做5天 一年的工资就去到18600磅了 而minimum wage的工作 在超级市场、快餐点、货仓或送货都很多 本身都不会要求你懂很多英文 基本上有手有脚想做都可以做 在英国开工收到工资就当然要纳税了 不过大家成为了英国的税务居民之后 在全世界收到的投资收入 都有机会要向英国政府纳税 我就不是税务顾问 如果你有些身家又打算过来英国的话 我就会鼓励你尽早请一个税务专家帮你规划一下 接着我和大家分享的都是英国政府网站上 给一般人看的有关资料 在英国最多人要交的税就是income tax 入息税 大家收到薪就当然要交入息税 另外你将层楼租出去 又或者银行收到的利息 都要统下去用来算income tax 中间收入每年有1000磅的property allowance 你的taxable income在最低的12570磅 就是不用给税的 再上一层去到50270磅 那部分就要交20%税 20%的税率就叫做basic rate 如果你收入超过5270磅 再上一部分就要交high rate 一直去到15万磅 税率就比20%高很多 去到40% 而在15万磅以上 还要交45%的additional rate税率 苏格兰有另一个表 在basic rate的前面和后面 就有一个starter rate和intermediate rate 不过概念大致上都相弱 而在Scotland的higher rate 其实在43,663磅以上 就已经去到41% 如果你买股票,股票基金或者ETF 收到的股息都要交tax on dividends 每天每年都有2000磅的dividend allowance 2000磅以上的部分 就要根据你的税率交不同的dividend tax 如果你是basic rate taxpayer 你的dividend tax的税率就是8.75% 如果你是一个high rate taxpayer 税率就会去到33.75% 如果你是additional rate的tax payer 税率更加去到39.35% 当你卖出股票和物业的时候 赚了的部分就要交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 每天每年都有个tax free allowance 现在是12300磅 至于对上的部分要交多少capital gains tax 计算就比较复杂一些 或者简化一点来说 在basic income tax bank里面 那部分就要交10%capital gains tax 如果是注册物业就是18% 如果是basic income tax bank以外的部分 就要交20%capital gains tax 如果是注册物业就要给到28% 刚才就这么说都很复杂 我尝试做一个表 去总括一下究竟要交什么税 和交多少税 留意一下这个表就是过度简化表 里面很多细节都没有爆 大家千万不要拿着这个表 打算去计算和报税 主要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在这个表可以看到 basic rate和high rate 要交的税率都差很远 income tax basic rate只是交20% high rate的税率就去到40% 另外dividend basic rate就是8.75% high rate taxpayer就要给到33.75% 另外capital gains也是 basic rate就是10% high rate就要给到20% 当然都有些补偿 如果你上班的话就要交national insurance basic rate就给多些 要给13.25% high rate就是给3.25% 但计计计计计计计总统 high rate总统以外 say OF cupgi평计计计算是比basic rate更高很多 更高哪一 在英国大部分人都是 bゆPorng tax 全国有2700万万人交basic rate点 占全部纳税人84%左右 有400多万人就加上高纳税 占全部纳税人大约是13%左右 只有1.4%的人加上高纳税人口就是44万 由此可见如果你的税率是高纳税的话 你的收入在英国的纳税人来说 已经是到头10多%的人了 接下来的问题如果你拿一笔钱来到英国 无论你继续工作也好或者选择躺平也好 会不会你的税率已经是去到Hybrid Tax呢? 我就设计了几个情景帮大家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在第一个情景里面假设你来到英国选择继续上班 那我不知道你有工资是多少 不过最低你也有最低工资吧 那就是每年18600磅 另一方面你埋了香港的层楼突然做不资金 又或者拿回自己在香港的公资金 又或者本身都有一些积蓄 来到英国投资股票或者房地产 拿到每年7%的回报 屈指一说 如果你带来英国的资金有45万磅的话 你其实每年总收入已经是碰到50270磅这个门栏 即是说已经开始要调High Rate Tax了 你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你的资产是去到港币460万以上 你再存多些钱 那些钱将来产生的收入都要调High Rate Tax 那你可能会问有什么投资可以带来7%的回报呢? 其实这一点我在之前另一部片已经说过了 历史上股票的长期实质回报就是7%左右 通货股票基金或者ETF就是将投资的风险降低一些 另外在英国大城市以外的很多地方租金回报率都有7厘 如果大家自己找不到都可以来问一问我 我都有些英国的楼盘可以介绍给大家 租金回报率都有7厘 而且租客是公司来的不用怎么办 不过我都明白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 投资股票或者房地产可以达到每年7厘的回报 那我当你投资得比较保守一些 调低一点每年只有4%回报 其实计算是一模一样 不过将刚才的7厘变成4厘 计算下面如果你的资产是去到港币812万 加上你的最低工资收入 其实你每年的总收入已经去到英镑50270磅了 换句话说你选择留在香港赚多些 存多些钱 存多些钱将来就会有较高的被动收入 那部分就要交高税率的入息税 资产增值税和股息税 香港就不少有钱人 有些人早期买了两三层楼 现在将楼套现就远远不知几百万这个数 大家都可能会有朋友会问 其实是否可以选择躺平 又去做爱做的事情呢 其实计算就更简单 只要将50270磅除以7% 再换港币就是答案了 可以见到如果你的资产已经去到港币7365,000元 你的被动收入已经去到高税率的门栏 假如保守一些年汇报率只有4% 又是怎么计算的呢 计算是一样的 在情况下 假如你的资产是去到港币1290万以上的话 你的年收入已经去到50270磅了 对于有些朋友选择继续留在香港奋斗 等将来可以交多些英国的税款 我是非常之恩赔的 在这一刻 来近几年香港的政局都没什么原念了 相信大家都要在风险和回报之间作出一个平衡 然后作出最适合自己和你自己家人的决定 最后提提大家所有投资军事和风险 价格可升可跌 这个节目仅属于个人分享 如果有需要请成为独立财务税务和专业的意见 这集节目讲到这里 请大家分享 点赞和留言 还要订阅胡思频道 如果有Telegram还可以订阅胡思聊天和胡思广播 再见